下面我们接着开始 你现在在这个电场的作用下 你现在这个电场的作用下 你这个电子的电场作用下 这不是受力吗 所以这加速度 是不是 所以它就会 因为你这个电场 假如说我们说是一个静电场 那它不随时间改变的 然后它受的那个力 就相当于云加速 云加速运动 所以你这个速度就是这样 那这个速度零是什么呢 就一开始的时候热运动速度 对吧 那个热运动速度 你一平均的话 实际上就是各个方向都是有的 所以都等于零的 是不是 所以你平均的结果 它是等于零的 剩下的呢 就平均的时候 现在这个是 这些都是给定的结果吗 因为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它跟电流密度之间的关系 你这个电汇 稳定 稳定电流 就是不随时间 电流密度不随时间改变的话 电场也不随时间改变 电流分布也不随时间改变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这个你知道的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时间不好确定 你这个被加速的时候 电子被加速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加速多长时间呢 如果这个一直被加速的话 那电子就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对不对 越来越快的话 就不行了 是不是 它不符合实际情况 那实际我们知道 电流里边那电子 飘移速度非常非常小的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个 我们需要一个模型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认识 电流的微光头像 我们怎么认识呢 就是这样 你这个导体里边呢 实际上不光是自由电子 在那移动 让可以动 可是还有里边呢 有一些金格 金格是这个原子 对不对 原子可以这个 在原地啊 可以震动 是吧 原子和它就是 这有 金格是主要是大的东西 对吧 它可以在这个 自己位置上 可以轻轻震动 对吧 然后 这个导体里面 还有缺陷呢 明白这个事吗 有一些错位呀 或者缺陷的 电子又遇到 它们的时候 都会碰一下 电子和电子会碰一下 电子和那些金格碰一下 那会怎么样呢 你碰一下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 就有一个假设 因为你这个 热运动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你碰撞 都是以热运动速度碰撞 这个加速这个呢 呃 这速度呢 不会很快 为什么 电子在那里边呢 就是很密 我们学过热学 它每秒钟 跟这个碰撞猝士 是10的十字房 什么这个两节 对不对 碰撞非常频繁 所以 你刚要加速 碰 碰了一下 刚一 加速 又碰一下 所以你碰了以后 那速度怎么办呢 我们就假设 碰以后 你就失去记忆 把原来被那个 定向加速的那个 那部分速度啊 哎 搞没了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 热运动速度 这个 这个是合理的 你为什么这是合理的呢 因为 你这个定向运动的能量 就化成了热运动能量 这同意吗 所以它就变成了 热运动速度 热运动速度 当然就又不是定向速度 然后下次呢 又被加速 可是又碰了 所以 这里边有一个平均碰撞时间 就是电子这次和下一次碰撞之间 有一个平均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当然就是 它被加速的时间 同意吗 那这是平均值 这很容易理解了 是吧 我们学过热学 你就可以接受这个概念 所以它的平均值就是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两次碰撞之间的 那个间隔时间 这样的话呢 你把这个带到这里边 把这个平均值带到这里边 你就得到这个关系 可是如果你把这前面 这些东西统统写成Sigma的话 这不就是 欧姆定律了吗 那你这个欧姆定律 你当然这里边这个导电律 实际上就前面这些系数 这些系数当然只是跟材料的 比如说 再溜子的浓度啊 再溜子的质量啊 再溜子带的电荷量啊 还有这个里边跟温度 应该是有关系吧 这个碰撞时间 对不对 同意吗 那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 这跟材料有关系 跟当时环境有关系 温度有关系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世纪这么推导过程中 你也明白了 因为这是微分形式的欧姆定律 哪来的啊 这个道理 宏观上我们知道 它是电阻的效应 对不对 那你知道什么叫电阻 你就知道了 碰撞 电阻来源什么 是电子跟人家碰撞造成的 是不是 你就知道了 是跟那个金格碰撞啊 跟电子碰撞啊 跟这个缺陷碰撞啊 这些东西碰撞造成的 是不是 这样的结果我们知道了 所以说呢 你这个东西 根据这个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比如说 你这里边呢 有些现象 你就可以理解了 比如说你有一个啊 电流剂特别灵敏啊 电流剂特别灵敏 现在这个导体里边呢 没有煤价电池 然后你一量 就会有电流的 你同意吗 热噪声 你做过实验 你就会知道 你一下 那里边有电流体肤 你要很敏感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 我们这个电流 定向移动速度 可是没有定向移动速度的时候 它不是有热运动速度 热运动速度 平均直至等于零 不是有涨落吗 它不小心 有的时候是稍微 往那个地方都多一点 电流就那个方向 这个地方多一点 电流就这个方向 可是这是噪声 所以它这个掌落是随意的 所以你这个电流是 各个方向随意的 乱七八糟的 时间平均都是等于零 白噪声 对不对 但是 瞬间它是有的 对不对 那这不是干扰信号吗 如果你那个是精密实验的话 不是受到干扰吗 那这个是热噪声干扰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总是要把那个 环境温度都要降低了 去掉这种东西 对吧 另外比如说 电场太强了 当然不行 电场太强了 你那个定向运动速度 影响的碰撞时间 就这个 这个都受到影响了 那等于是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 是因为跟电场都有关系了 那就不是线性了 是不是 因为原来我们这个 只是跟温度 这个跟这个 它的运动速度有关系 现在跟这个 定向运动速度有关了 当然就不行了 那就变成非线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不行的 电场太强了的话 那里边把那个电子 把那些固体打坏了 又不行了 是不是 那这个电子速密度 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变化的 另外这个电场变化时间 和碰撞变化 碰撞时间 可比你的时候 这也不行 你比如说 你现在加了一个胶变电场 这个胶变电场很快 你知道吗 来回 电场来回快 电子还没那个 我还没跟那个 另一个这个碰撞的 你又就变回去了 这电子就不知道 怎么加速了 是不是 那你刚才的故事 就不对了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失效的 低温的时候 当然有量子线 当然也是失效 低温量子效应的话 电子都不是这个经典粒子了 他就不函数表示了 那时候就不行了 另外低温 低温的时候 还有比如电子配对啊 变成了超导啊 那那那那 这些都都失效 这些东西都失效 啊 所以这 凡是物理规律 都它都是有条件的 是不是 反正物理规律都是有条件的 好 下面我们把这个倒数 不是电阻率吗 倒数电阻率 现在倒数以后呢 假如说这里边呢 有缺陷多 或者是这个经格多 跟经格碰撞 啊 时间 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把它 贡献都要加起来 你们这是 加起来的贡献 是关于电阻率的贡献 啊 就这样 有问题了 那为什么在这里边 你说 为什么这个电导率 不能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 把这时间给它加起来 为什么电阻率 这个时间 到处可以加起来 马马虎虎的问题 好像以前问过 是不是 好像你们回答过 对不对 这个问题 可以回答吗 为什么 我的问题清楚吗 清楚吧 这些时间是不一样的 电子跟那个 这个这个 杂志有个碰撞时间 对不对 跟电子有碰撞时间 那你在这 为什么不加 在这加起来 啊 你说 啊 时间变短了 就是说 你那个把时间 加起来的话 就是原来那个 时间的意义变了 对不对 你现在 你原来这个时间 意义是什么 两次碰撞之间的 那个时间 平均时间 是不是 你把这些平均 加起来的话 那就 你就不是两次 碰撞之间的时间了 同意吗 所以你不能加 这个为什么能加呢 这个为什么能加呢 嗯 为什么这个倒过来 这个就可以加呢 物理上 为什么加起来 合理呢 这个问题 我热血的时候 好像问过你们 一个什么东西 回去自己想吧 要不 回去自己想啊 好 那根据这个式子啊 我们也可以得出 关于电阻的一些 什么东西 比如说电阻 随于温度啊 它是增长的 为什么随于温度 增长的呢 因为你温度高了的话 平均碰撞时间 就会变短 温度高了 你看大家都在那动 你当然就容易碰撞了 是不是 同意吗 你比如说 你在那个地铁上 大家都老老实呆着的话 地铁车上 你中间可以转来转去 你觉得和人碰撞的 几率是比较小的 对不对 如果现在那些人 都在那晃 你装过去 你试试看看 那一会儿就碰一个 对不对 这样同样的道理 你这个温度增长了 你碰撞次数就 就增长了 是不是 那碰撞时间就 减少了 对不对 所以电阻就增长了 另外呢 你比如说 其他电阻 比如说像半导体 半导体温度增加了 为什么 电阻会下降啊 你也可以根据这个式子 可以麻木糊看出来 对半导体来说 温度一增加 它的摘入组数目 就会增加 摘入组数目增加了 这个就变小了 电阻就变小了 所以半导体是 温度一高 电阻下降 金属呢 温度一高 电阻就上升了 就类似于这种问题啊 其实都可以讨论的 这历史上啊 发现这个 像这个 这个规律啊 也有一个故事啊 所以这是德鲁德这个人 用经典的方法 得出来的 可是量子 这个最终应该是 用量子工资做出来 可是你现在 我们马马虎 这么用经典的图像 做出来的结果 注意啊 我们这马马虎 做的结果 和量子的结果 是一样的 啊 就我们前面 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 你很多在经典上 马马虎虎 做出来这个东西 经典图像 看起来不是很 很对 但是他给的结果 是正确的 好 那这是往往往电流的 这一部分 啊 内容 那么现在有个同学 可能问 就是上堂课 我们做的时候 记得我们这个 电容 知道吗 充电 放电 啪一闪 当然那个是失败了 对吧 可是那个电容 一方电 灯一闪 没了 说明这个电流 一定是随时间变化的 对吧 闪没了吗 这是 他要是一直 往往电流的话 灯一直是亮的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不随时间改变的 他是随时间改变的 电流 那他就不是往往电流 不是往往电流的情况 你还可以用基尔霍夫 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吗 就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物理学里面 尽量有这种问题 一个公司出来了 不知道条件 这大概糊里糊涂 也不知道什么条件 大家一直就乱用 最典型的 这个牛顿定律 F等MV 大家都用 随便用 什么速度他都用 同意吧 刚开始大家都不想 这个是跟速度有限制的 谁不管 一用 用一用发现有问题 发现高速度的时候 他不对了 同样的啊 就是电容器充光电的时候 大家也乱用 往往电流 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 大家都知道 这是往往电流的情况下 推出了结果 对不对 但是一想 这个不是往往电流啊 是不是 不是往往电流 你不知道 他适用 还是不适用 你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一般你的选择是什么 用呗 对不对 就是有胜无嘛 就是这么道理 所以大家就是用的 可是现在用用用 我们知道 终于明白了 你用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他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用啊 我们就知道 什么条件下呢 就是室稳电路近视 所以什么叫室稳电路近视呢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电路有个特征时间 这个特征时间呢 如果大于大于L比C C是光束 L是什么呢 L是比如说这个一个电路 然后它的一个特征长度 特征长度 就是大概它的尺寸 什么 这就是L L比光束 如果你这个特征时间 大于大于它的话 你这个接触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 就可以用了 就这样 这什么东西呢 我跟你说 比如说 这特征时间是什么东西呢 电路特征时间就是 在这个电路里边呢 在这个时间 这个scale 就是这个 对吧 就这个尺度下 这个电流啊 有明显的变化 这就是特征时间 对不对 你这个呢 特征长度 我们知道电流啊 是光束传播的 你这里边电流这么传 或者是这里边 电荷重新分布的时间 都是以光束传播的 对吧 现在你假如说 你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这个开关一按上 那这不是有电容吗 这不开始充电吗 充电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地方 有电流是T10克 电流是这个 那这个地方的电流 等于多少呢 因为 电流是以光束传播的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地方的电流 是这个地方传过来的 可以吗 那这个地方传过来的 它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的电流呢 它是 比如说 这个从这到这 距离是等于多少呢 是L1撇的话 L1撇除以C 是不是从电流 从这传到这 花的时间呢 把这个时间 往前倒推过去 那个电流传到这来了 波的那个 这个想法 同意吗 就跟那一样的 就是 它要延迟一会传过来了 现在 你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当然L1撇和L 这个都是 同一个这个量级的 对不对 现在你这个时间 是大于大于它 意思是说什么呢 你这个东西啊 它俩是 因为 这个东西是 小于小于这个特征时间 特征时间是 在这个特征时间里边 电流有明显的变化 可是它 小于小于它的话 等于时间是 相当于变化一点点 对不对 我们说变化小和变化大小 变化小还是变化大 是相对于什么东西的 那现在是 相对于这个特征时间来说 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那等于是 这个是几乎是等于零 那它当然是相同了 相同的话 网恒电流的条件是 对于一段导线来说 这个地方电流多少 这个地方电流就多少 同意吗 这不是网恒电流的一个条件吗 电流不是 从这导线重过来 这儿有多少电流 就有多少电流 因为网恒电流条件是 进来多少出去多少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东西 满足的意思就是说 网恒电流的条件就满足了 所以这个条件 等于是 这个网恒电流条件满足了 所以这是四文条件 清楚我说的意思吗 这个满足了 那你当然这个 这个 基尔科夫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都可以用了 可是当然了 这个地方还是不能用的 电容那个地方 基尔科夫第一定律还是不能用的 电容那个地方 你看这不是 空的 这是 对吧 它是有电荷积累的 网恒电流是假设 电荷没有积累 电荷不随时间 积累不随时间改变 对吧 现在你这个地方明显有 那基尔科夫第一定律在这 不能成立的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地方基尔科夫第一定律都成立 然后第二定律呢 回路定律也成立 所以在这种近视下 它是可以成立的 就这样 你包括交流电 交流电的时候 基尔科夫定律 第二定律都可以用的 是不是 交流电它都用 它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交流电里边不是有一个 比如说交流电不是有一个特征时间吗 不是周期 交流电周期 我们知道普通的这种 咱们这个照明的不是50周吗 你试试看看 你就发现这个条件经常 就是远远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交流电 你可以把它当做 四稳电路近视非常好 所以你就可以用基尔科夫 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都可以用的 这样 那现在你知道了 当然我们可以对这个 充放电就可以做了 是吧 把K这个打到A 充电 K打到B 那就是放电 对不对 那这个打到A的时候 你转一圈积分 基尔科夫第二定律就是这个 因为什么呢 你从这儿找一个负的电 路过电容的时候 电容的那个电压 不是C分子Q吗 如果电阻的时候 不是IR吗 I是电流 同意吗 看出来了 是吧 那如果打到B呢 那就转一圈 没有别的 就这两个 这个是等于零 基尔科夫第二定律 那这个方程实际上 考虑到这个 I是DT分子DQ 你知道吗 那这实际上是 微分方程 现在你们学了吗 微分方程 你没学也没事 没学也没事 为什么呢 内学它就是一个一次导数的这种 这个一个等式啊 就是方程了 反正 怎么解呢 这两个方程实际上是一样的 一个是非其次方程 一个是其次方程 就这个不等于零的 就叫非其次 这叫其次对吧 你这个简单做一下变换 它就变成这个 一样的 这两个是 那这个方程实际上 你可以把它简单写成 你把这个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时间尺度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你看这是T 这是不是时间亮钢啊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代表 这个电路的那个时间 特征时间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征时间 就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你把这个特征时间 带着进去的话 有的时候把它叫时间长亮 那个微音方程就写成这个了 这个方程会解吗 会不会解你都会 为什么你会导数 这是导数变成自己 那不是指数吗 所以你就一指数嘛 一指数你把这个带进去 它就等于零了 那你就知道 就是它的解了 就这样啊 那你前面乘一个常数 它还是它的解 常数没关系 对不对 那常数怎么定呢 常数就跟这个 我们说的那个 初始条件决定的 初始条件是什么呢 你充电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不带电的 所以电荷T等于零的时候 Q等于零 同意吗 电容不带电 开始充电 一开始不带电嘛 所以它是等于零的 把这个东西带入到这个条件里边 带入到这里边 Q等于零 Q一辟T等于零的时候 就等于这个是不是 然后你这个随便这个 定这个前面这个系数 拿这个条件定 定出来 那它就等于这个 你看这是不是 T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不是Q一辟就等于这个 它就是这个是不是 然后它又是这个 那就是它的解了 然后你注意这个东西 我最终要解的是Q啊 把它带到这里边 折回来了 就这样啊 这没什么啊 这种东西 我估计有同学来说 比较简单的 那对放电呢 放电是一开始的时候 Q是不等于零的 对不对 Q是等于什么呢 Q是把时间无限长以后 这个地方都充满了 对不对 充满多少呢 无限长的时候 你看无限长的时候 这等于零了 无限长的时候 Q等于C一辟T 你明白这是什么 是不是呀 所以你现在把K打到A 这个Q等于多少呢 Q达到C一辟了 然后你把它一掰过去 T等于零的时候 实际上 C一辟是它的处置条件 通行吗 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 带入到那个刚才那个方 跟同样的这样方程 然后你就得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实际上放电 随着时间 它是从这么多电荷 一直就衰减了 把它画到图上 不就是这个吗 第一个充电的时候 它电流 这个电荷增长 增长到一定程度 11分钟 结束了 这个呢 放电 你们这些什么 放电慢慢时间长了 就结束了 没了 可是现在 如果你对那个电流 感兴趣的话 实际上是电荷的 这个时间变化率 对吧 电荷的时间变化率的话 那当然你这个一弄的话 就倒数一下吧 这个 无论是这个 无论是这个 就是充电时候和放电时候 电流都是一样的 大小是 所以把它画出来 就这个东西 电流都是什么 就一开始 就是你充电的一瞬间 电流 哗 很高的 你注意啊 放电的一瞬间 电流也是 很大的 你明白这是什么 电流逐渐变小 所以电容这个器件的时候 电流是可以 可以很快变化 明白这是什么 电荷不能 电荷实际上是跟那个电视联系在一起 电视不能随便变化 电视慢慢变 明白这是什么 那联系起来以后 学电感的时候 电感那边以后会 电流不能马上变 电压可以马上变 什么 这个都是 这个慢慢就 这种东西就会 你就会会了 就这样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个关于 网恒电流这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了 这部分 有什么问题没有 感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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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